各位呢 一樣開啟那個範例檔案 151 這邊有個叫刮鬍 截取刮鬍中自竄 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 一樣是在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裡面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假設啦 需求很單純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A欄是資料來源 B欄的話是我要截取的資料放置的地方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已經有公式 請你把資料B2到B10選舉範圍把它delete掉 那也就是說我們待會需要做幾件事 當然基本上練習還是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你用函數完成 所以你也許可以把第一個工作表 先改名稱叫函數好了 然後第二個也許你再可以把它複製一個 複製的話呢 你可以拖拉加Ctrl鍵 拖拉加Ctrl鍵的話 放開 這邊可以改成聚集 不過聚集的話請各位可以自己 因為錄制聚集可能比較單純一些些啦 把動作錄下來而已啦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請各位練習 那第三個再複製一個 就是VBA 那以後我希望三個方法我都要去做的話 那該怎麼完成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了 第一個的話我們用那個函數 那首先第一個 我要用什麼方式呢 可以把資料切割過來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當然喔 如果你不會用對的方法的話 當然就是Ctrl-C嘛 然後呢 Ctrl-V就貼到B欄 也就是說有刮污的部分的話 就是加一下刮污 就是把刮污裡面的資料放在B欄 那如果像這個是沒有刮污 沒有刮污 沒有刮污就沒有啦 OK喔 所以像這個是有 首次參賽 團體賽有沒有 那可是呢 如果說今天喔 我希望呢 當然不要用毒法令 毒法令最笨的方法 因為如果這資料量少還OK 像這個頂多是九個人 九個資料 可是如果這時候有九十九百 九千個 甚至九萬個 甚至九十萬個資料的話 那當然你總不可能每次都還要複製貼上吧 所以呢 如果根據像類似像這樣的一個架構資料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資料給帶過來 這個地方大概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函數裡面的話有哪一些可以用到 當然基本上呢 最主要有兩個 一定要先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因為文字函數裡面有一個叫MID 前面我們有用到過 MID的話有沒有 它主要是哪個資料 然後呢 要從哪一個字開始 應該是刮污位置的下一個 然後幾個字呢 後掛R5的位置 剪掉前掛R5的位置 再減一 因為算完的話呢 會扣掉前掛R5的位置 像後面一個 所以我們大概 邏輯大概是這樣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把 這個邏輯變成一個公式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需要第二個函數 叫Fy函數 所以你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可以找到文字類函數裡面 然後可以看到有一個叫Fy Fy的話是F開圖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顧名思義啦 這個Fy函數 它的用途 它剛剛這邊就有提到 就是在某一個文字串 某一個文字串 在另外一個文字串中的 其實位置 我意思 白號意思應該就是 在哪一個字串裡面 找哪一個字的意思 OK 另外後面有個關鍵的意思 就區分大小寫 區分大小寫 所以如果你的資料裡面 有大寫小寫 那Fy你也不要 大家如果說假設了 你將來不要區分大小寫的話 另外還有一個函數 叫做search 有沒有 search的話你會發現 其實它的作用 跟Fy一模一樣 差別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大小寫 怎麼樣 視為相同 也是不區分大小寫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找的是英文資料 然後你假設 會有大小寫的區別的話 OK 如果你不區分用search 有區分用Fy 不過當然呢 我們練習的話 先用Fy好了 相對Fy的話 比較常用 而且比較簡單 其實中文是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或者是瓜糊也沒什麼差別 那Fy按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給它一個訊息 那FyTest 不過有的時候 FyTest跟VSync常會搞混 第一個的話 我印象中FyTest是找什麼資料 在哪裡 所以在這裡 OK 所以你可以跟它講說 你幫我在 FyTest應該是什麼 要找的資料在哪裡 OK 然後VSync的話是要找什麼 你幫我找一下錢瓜阿虎的位置 OK 然後我就找一下錢瓜阿虎的位置 所以你打一個錢瓜阿虎就可以 那你移開它會蠻聰明的 因為它Test 你會讓前後要加算靠了 但是呢 我沒加的話 它真的蠻貼心的 它會自己幫你加 不過你會發現 底下好像出現什麼 Value錯 表示 我們應該是做反了 怎麼說 應該是 FyTest應該是 Fy什麼 上下顛倒了 這個常常會搞混 OK 所以這樣子你會發現 這才對有沒有 如果你出現的是對的話 那表示說 FyTest指的是什麼 你要找什麼符號 那VSync的話 是要在哪一個字串 就是哪一個初尊格 那其實這個初尊格指的就是這一串 那也就是它是在這一串裡面 幫你找一下 找什麼 那個瓜阿虎是在第幾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 它要回來的結果會是三 三的話意思就是說 他幫你找到了 在第三個字 就是 前瓜阿虎的位置 OK 所以這個時候你練習的時候 請你在B3練習 OK 那為什麼不叫B2 因為B2連沒瓜阿虎 沒瓜阿虎你做等於白做 你不知道到底對還是不對 所以建議 你在做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在B3裡面做練習 OK 按確定 好 3 可是問題3 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同樣的道理 你找到這個 前瓜阿虎對不對 然後同樣的道理 這個公式裡面呢 後瓜阿虎其實就插在這裡 這個改成後瓜阿虎 那找到應該是第9 我找一下應該是 你們可以試試看在旁邊練習一下 找後瓜阿虎應該是第9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算出幾個字的話 那不就可以把9-3 有沒有 9-3 那應該是5個字 9-3應該是6 那為什麼是6 因為他這邊 前瓜阿虎的位置應該是後退一個 應該理論上字是在前瓜阿虎後面一個 所以理論上應該再把6-1 所以總total是5個字 那如果說我大概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我是不是說我可以把這個find的結果放到mid的裡面 所以下一步的話你可以知道 再把這個公式寫下來 不包含等號 在插入函數裡面找到那個mid mid就是切割函數 然後呢 第一個問題是你要切割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一樣是A3 OK 那star number的話 意思是說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幫你做切割 那我們應該從 把剛剛的公式貼過來對不對 然後記得不是3 因為如果你是3的話 它會包含瓜5 我不要瓜5 瓜5會下一個 所以下1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從後面這個字幫我算 然後呢 number choice要幾個字 當然你不能說輸入5 當然你眼睛看是5 可是問題 底下有可能有4個有3個 有沒有這5個OK 那當然如果不確定長度的話 那你需要算 OK 當然以後如果固定長度 你就直接輸入長度數量就OK了 那我們怎麼算呢 很簡單 一樣 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把這個前瓜5怎麼樣 直接改成後瓜5 意思就是說幫我找一下 你會發現 找完那個後瓜5 他回來是9 可是我不是要9個字喔 我要怎麼樣 再幫我減掉前瓜5的位置 前瓜5是3 所以等於6嘛 那好像還是多一個字 所以怎麼辦呢 減1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公式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 大概基本上 第一步是用fine 有沒有fine什麼 前瓜5在這個裡面 對不對第一步 把它剪下來 再用第二步的話用mid mid的話呢 就分別是 A3 裡面是 這個 到的位置 加1 在這個地方 前瓜5位置下一個 然後在後瓜5位置 前瓜5位置再減1 公式這樣就完成了 當然呢 最後完成一定是非常冒長 一串這樣子 OK 當然呢 我當然比較推薦你們用這個 四窗直接填 因為它一格一格的 當然如果將來你想要直接填 直接自己打上面的公式 各位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相對的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OK了 那當然呢 最後當完成沒有啦 你可以向上填滿 上下填滿 不過理論上當然 如果是有刮虎的部分 你會發現呢 那OK了 可是呢 有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呢 就是如果沒有刮虎的部分 有沒有 像這個是沒刮虎的 這個沒刮虎 這個沒刮虎 它會出現什麼 緊緻號開頭的 那剛各位講 那之前剛各位講 只要緊緻號開頭的話 理論上就是 這個錯誤訊息 那什麼樣的錯誤訊息 它會在後面跟你講 什麼地方發生錯誤呢 Value錯誤 什麼Value 基本上就是因為 你叫它去Find 什麼呢 牽掛 可是問題裡面根本沒有牽掛虎 所以它這個跟你抗議 你為什麼給我的資料裡面 沒牽掛虎啦 OK 所以它跟你講說 你資料裡面沒掛虎 這樣造成錯誤喔 OK 那你該怎麼處理呢 那理論上 通常 如果有發生這種 簡緻號開頭的錯誤 我們通常會想到一個函數 叫做If L 就是說呢 If 如果發生 L就是錯誤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我要怎麼處理 所以最後還有一個步驟 把這個公式再減下來 所以 減下來之後 不管它等號 再插入一個 就是邏輯類的函數 那名稱叫做If L 那其實它有點像是兩個函數 的綜合體啦 一個是如果 一個是錯誤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要幫你做怎麼處理啊 OK按Trading 那當然你可以把Value上面填 填上我們剛剛的公式 讓它判斷一下 裡面有沒有錯誤 那如果沒有錯誤 它還是照樣填 可是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希望怎麼樣呢 我希望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你不要讓它顯示出來 幫我清掉一下 清除喔 可以喔 清除的話 還記得怎麼樣 讓它可以清除呢 保持空白嗎 當然不是喔 還記得吧 兩個雙以後 這個就是沒有資料的意思 沒有資料其實就清除喔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其實如果有刮鬍的 它沒有做變化 但是如果沒有刮鬍的 它會怎麼樣 它會執行後面那個邏輯判斷 裡面呢 如果有錯誤 錯誤就緊張開頭的話 那它就幫我刪掉了 那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呢 得到的就會是我們要 我們希望看到的結果 有沒有就是這樣子啦 那當然呢 目前數量只有九個啦 那如果假設你現在 之後有九百九千九萬 那其實都馬上就OK了 主要是要把公式 先把它做出來 那我是建議 你們大概等一下練習的話 可以從B3這邊 做輸入公式 那如果你要向上填滿的話 你可以先往上拉就可以了 空點往上 空點再往下 或空點往下 點兩下也可以拉 點兩下 可以往下 但是不會往上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 那我們第一個 那個函數部分的公式呢 就長這樣 先Find 再Mid 再IFL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 就要再來看 怎麼把它改成去期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個公式 變成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的話 按下它 它就自動幫我把資料給清除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吧 好